前天,国际排联官网公布了2018年女排国家联赛中国女排参赛的大名单 在这份名单当中,最引人关注的是郎平回归主教练的岗位 他将会以主教练的身份带队出征,由世界大奖赛演变而来的国家联赛 此外,赖亚文没有出现在教练组的名单当中 原执行教练安家杰担任助理教练 球员大名单共有26人,朱婷出任队长 值得一提的是,在今年的女排联赛当中表现抢眼的天津小将李英颖也入选了大名单 他将会身批惠若奇的12号战袍 李英此番入围大名单打的是接应的位置,而不是此前他在联赛的时候的主攻位置 今年女排最重要的比赛任务是市井赛,而5月开始的国家联赛是最好的练兵机会